娜娜姐姐妹啦姐姐 快来陪我玩蓝色独猫猫 诶 别的粉丝都要玩自习 我的粉丝就知道要我玩游戏 这就来 蓝色星球 蜘蛛分为两个地方 这是祖国 地下通道多 大家多多留心 好嘞地说 蓝色星球 乐宁高的哦 大家要仔细 下载量过一万 还有福利 哦 我知道了 下载量过一万 作者就会给每个点赞的小伙伴 送皮肤 Oh my god 你不如直接噶了我 啊 这边还有早年经历 什么早年经历 我看看 2021年2月寒假 作者与朋友幼九和贝木君 一起耗食了一星期 完成躲猫猫 由于当时作者技术差劲 导致此图没有可玩性 啥玩意儿 我之前玩的时候 就觉得挺好的呀 于是作者请教了当时的大佬 于某人 他教我设置与触发器 最早的躲猫猫成功了 到了五月份 感觉地图太小 于某人与作者 一起做了三分之一的地图 看看看看 这人嫌地图小 不好玩儿 并创建了蓝色星球这个地方 后来他也叫我找鉴赏家 让地图活了起来 再加上班拉的评论 此地图下载量破万 啥呀 应该是我的评论 变起了主要作用才对 当时作者激动死了 这是他第一个下载量破万的地图 很是开心 可是好景不长 作者和于某人落翻了 哎呦 抄架了 并且平安迷你世界的bug 一代躲猫猫的地图消失了 在作者低谷的时候 作者的朋友奶茶 奶茶 美食村的奶茶 帮助作者建立了多张优质地图 让作者有了信心 嗯 就像是汉堡衣裳的奶茶 更好吃了 可是有了防尘迷 直到2022年4月 作者不甘心 自己和朋友们的努力 于是和奶茶做了两个月的地图 蓝色躲猫猫2.0版本 震撼来袭 比一代好玩多了 减少当时用大量萎缩 使得地图不能正常运行的烦恼 不过运行没烦恼 下载又烦恼了 作者两个月与奶茶的心血 带来的下载量不高 于是在2022年9月12月 一下午的时间 与朋友并肩作战 提高下载量 奶茶负责装饰地图空缺的地方 白灭制造这个准备点 如梦去寻找此地图不完善的地方 月如去蓝色星球装饰下边 作者修改bug 这样才完善的蓝色躲猫猫2.0 啊 真感人 那还等什么 直接开始躲猫猫吧 赶紧的 把奶茶也邀请进来 这这这这这 这就是奶茶 名字是挺好听的 但是这脸是怎么了 挺好运最帅 什么玩意儿 这孩子竟是眼吧 幸好晕帅不帅 这不一眼就能看清楚吗 赶紧的赶紧的 开始游戏 我要玩躲猫猫 快快快 抓紧找地方躲起来 我觉得这个屋顶就不错 所谓站的高望的远 说不定还能观察到 狼人的一起移动 让我看看 大家都躲哪呢 怎么一个也没有 我看见了 狼人正在泳池里找人呢 你们看到没 就是那个腻肉肉 嘿朋友 我在这呢 在这 等会儿 他是不是看到我了 不过就算是这样 你也抓不到我 嘿嘿嘿 你有本事上来呀 来抓我呀 注入此地图下载破万 嘿 都这时候了 你还想着下载量 你不如想想 怎么来抓我 怎么回事 他怎么有勾法 这 我被抓了 不是吧 我还没玩呢 作者 你作弊 不行不行 我还要再来一句 快快快 这一会儿 你们绝对找不到我 这啥呀 怎么开的是创造 啥玩意儿 参观 别呀 我不想要参观 我想要躲猫猫 哼哼哼